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一直活躍在幕前的方依琦本来就是唱家班 在香港开过不少的演唱会 他说新年已经和公司谈好几部大戏 还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演出 应该回去三月份有套新剧会开 就是跟郭骁雄的《三》 又会和李耀祥一起演 我是饰演李耀祥的《妈咪》 和三届视帝同台标戏 加上她是无线的年度大制作 这次既有动力又有压力 人称黑妹的李耀祥出道多年 留下不少经典的歌曲 近年她乐于享受家庭生活 很少踏足舞台 她说这次来乐成开唱只是其一 她还希望可以更多参与一些慈善公益事业 就是为学校小朋友做一点事 对我来讲没问题 因为我做了伯伯 所以小孩子很重要的 三位港星和民众合影留念 有讲有笑 她们说很喜欢这种近距离的交流 最后她们还为华人华侨送上新年祝福 在这里供祝所有的朋友 都是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万事盛意 最重要大家都是金玉碗堂 天后卫士记者 王蔡潘乐文 徐智芬采访报导 我来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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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讲到